请大人寺教 大人 大人 赵和死了 走啊 李承弃的武功 莫非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竟然不躲不闪 属下无能 请大人责罚 先把人放下 是 他是什么人 河北查商赵和 我们怀疑他在朝中勾结某些官员 贩卖私查 谋取暴利 所以才派人盯着他 张不快 就是我们在客栈安排盯着他的人 双目紧闭 四肢垂直 舌尖突出 颈部两边雷痕 八字不交 初步判定 是自已而亡 继续搜查房间 不要遗漏任何信息 是 是 半个时辰前 赵和回到客栈 属下没想到他会突然自禁 而且 他手上一直带着的玉斑只不见了 最后应该是 宝贝 賢 学习 方法 甲 有 亭 各 亭 大人 房间内除了死者的私人用品 别误他误 赵和回来后 一直在张补款眼皮底下 加之没有在房间内搜出来 想必是留在了外面 班纸上极有可能隐藏重要信息 只要找回班纸 便能顺藤摸瓜 揪出幕后黑手 那我们怎么找 先吃饭吧 太好了 终于可以好好吃上一顿 去查一下赵和近几日的行程 去过什么地方 接触了什么人 现在 可是 我连饭还没吃呢 查了再吃 那 能不能吃了再查 不能 好 要不让我去 你留下 陪我讨论案情 还不快去 可管 您的辣子鸡 客官 您的辣子鸡 吃吧 你的辣子鸡 我心爱的小辣椒呢 怎么了 没事 大人 这是赵和近几日的行程图和直接接触的人 我饿了 去吧 保证 好嘞 消失的班旨 或许与幕后主使并无关系 最近常常被闻到 儿时的梦想 笑着想起 年少的自己 了不起的 模样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